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在汽车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之前 大多数新手司机上路都是有一个非常响亮的江湖称号 马路杀手 这不仅说明新手司机的水平一般 也说明当时因为新手驾车发生的事故比较多 现在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汽车已经完全普及 拥有驾照的人也越来越多 相应的马路杀手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怎样从马路杀手成为一名老司机呢 其实很简单 只要改掉这些毛病就行了 新手上路秉持的理念就是慢不怕 只要安全就行 于是乎心安理得的站着右车道不肯变换车道 当然大多数超车情况发生在左边 不用特意避让后方来车 可现在城市道路在规划的时候 右车道往往是公交车比较偏爱的车道 出租车上下课也是需要在右车道停车 右方车道也会有车流汇入 这同样给安全造成了恶劣隐患 新手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该变道一定要变道 新手除了小心还有一种就是无知者无畏 在马路上仿佛马路就是自己家一样 开起车来压线 压线的情况不容易让后方来车判断 前方车辆的真实意图 究竟是直行呢还是转弯呢 如果要转弯一定要及时把转向灯打开 如果直行那就老老实实的和线保持一定距离 启动车辆正常行驶后 总觉得车行驶的没有劲跑得很吃力 甚至隐隐约约通过后视镜 有一阵阵的黑烟生起 想着赶紧停车看看吧究竟是怎么回事 准备拉手刷的时候发现手刷竟然一直没有松开 也难怪车跑不起来了 新手中至少十个有八个犯过这样的错误 这个一定要注意了 看似以上都是小问题 在驾驶过程中一个不注意 就会对行车安全造成威胁 所以小事不小新手们一定要记好了